我实实在在告诉你们 那不从门进羊圈 到从别处爬进去的 那人就是贼 就是强盗 那从门进去的 才是羊的牧人 开门的给他开门 羊也听他的声音 他按照名字呼叫自己的羊 领他们出来 他把自己的羊领出来以后 就走在前头 羊也跟随他 因为认得他的声音 他们绝不会跟随陌生人 反而逃避他 因为不认得陌生人的声音 耶稣对他们说了这个比喻 他们却不明白他所说的是什么 所以耶稣又说 我实实在在告诉你们 我就是羊的门 所有在我以前来的 都是贼和强盗 羊却不听从他们 我就是门 如果有人借着我进来 必定得救 并且可以出可以入 也可以找到草场 贼来了 不过是要偷窃杀害 毁坏 我来了 是要使羊得生命 并且得得更丰盛 我是好牧人 好牧人为羊舍命 那做故宫 不是牧人 羊也不是自己的 他一见狼来 把羊撇下逃跑 狼就抓住羊群 把他们驱散了 故宫就跑了 因为他是个故宫 对羊群漠不关心 我是个好牧人 我认识我的羊 我的羊也认识我 好像傅认识我 我也认识傅一样 并且我为羊舍命 我还有别的羊 不在这羊圈里 我必须把他们领来 他们也要听我的声音 并且要合成一个群 归于一个牧人 父爱我 因为我把生命舍去 好再把他取回来 没有人能夺取我的生命 是我自己舍去的 我有权把生命舍去 也有权把他取回来 这是我从我的父 所领受的命令 犹太人因着这些话 又起了分流 实在是太跑往大了 他是鬼父的 他疯了 你们为什么听他的 这话不是鬼父的人 所说的 鬼怎么能使 瞎子的眼睛开了呢 你们是不是 好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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